感冒很类似像是喉咙沙哑 伴随鼻塞干咳 但医师就警告了 Omicron会先攻击患者肌肉骨骼系统 所以很可能会出现过去染疫者 不常见的两处肌肉疼痛 也就是腿部和肩膀算吗 Omicron被视为症状较轻微 且向感冒 除了常见的流鼻涕头痛外 专家提醒 如果出现腿部和肩膀 两处异常的疼痛 小心很可能是染疫了 有比喻感染新冠肺炎后 常见的鼻部和喉咙不适的 上呼吸道反应 Omicron会先攻击肌肉的骨骼系统 随后出现一些症状 影响肌肉骨头关节和韧带 造成酸痛不适的情况 有些人腿部会出现奇怪的感觉 像是麻痹 真似感还有无力 至于在肩膀方面 则包括了疼痛 僵硬还有麻木 而英国日前整理出 感染Omicron的症状当中 就把嗅觉丧失排除 删去新增了不寻常的关节痛 医生表示最多患者抱怨的症状 是极度疲劳 会持续一到两天 紧接的是全身酸痛 尽管Omicron产生了症状行为 但巴西向针对425名 中重度患者中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出院几个月后 超过一半的人记忆力下降 同时出现了认知缺失 和精神急患的几率也比较高 还有漫长的复建之路要走 记者综合报道